五月天大陸巡回演唱会第一站选在山东济南 经典好歌一首接一首现场好像KTV 我演唱会顺利落幕却传出五月天在开唱前疑似曾遭到约谈 五月天在济南演唱会前被公安局约谈的照片 猝不及防的被发布了出来 五位Rocker乖乖做一排 这画面仿佛小学生被叫到老师办公室一样 照片中几个团员正经为座真的好像在听讯 而在演唱会之后主唱阿信还特别发文感谢无名英雄 更让人直接联想到前不久才发生的周杰伦怒斥公安事件 周杰伦在演唱会上以为保安人员不尊重歌迷 因此动怒骂人 虽然让歌迷就甘心 但周董却在隔天立刻态度软化 发出道歉影片称自己太冲动 还感谢维护秩序的安保人员 事件甚至登上了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 被称是知错能改优质偶像 五月天则是著名的演唱会自由派 也有网友肯定 说开唱前先沟通一番 未尝不是避免摩擦的好方法 记者综合报道